我这不是游戏天花板呀 我把你弄掉 你认错人了 被研究生了 你家搭了好久吗 这个我新买了 这些 然后在家里也搭 试试 我先把这些设计 EVC迷宫 这些我看一下 这个字体大小 这个有点太小了 窗口缩放 哎呦这个太大了 屁 没有蚊子啊 设置一下 哦设置一下 头像不够大 这还不够大呀 都占满屏幕三分阵了 还不够大呢 这谁怎么看不出是我是吗 不是我由头 由头满面的 然后又没化妆 你们是怎么的呢 嫌弃了 嫌弃我 说这是谁呀 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本来就准备 本来准备吃个宵夜 准备洗漱睡觉了 测一测吧 测一测 深夜浮裂 平时是仙女 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什么女 我现在是什么意思 平时是仙女 我现在呢 那现在我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待会开个那个直播 仅粉丝可观看 我这个样子太丑了 大型大理事女的感觉 有点那种宅女的感觉 是不是 有点那种老花镜 不是我想挡一下我这素颜 我摘了摘了眼睛有点太丑了 是不 这个样子有点我怕你们有点有点不适应 怕有点太扯 我感觉这个摄像的我家里这个镜头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清晰 是不是没有我直播间那个那么清晰 你们觉着呢 有没有 你们对比一下呗 对比一下 我自己买了个镜头 因为我之前那个已经用不了了 知性大姐姐 没化妆 没有化妆啊 没有那么高清吗 真的吗 灯光的位置 灯光位置调好了的呀 今天调了挺久的 灯光位置是对的 灯光位置是对的 你看我头顶一束白光 旁边这一束黄光 是不是对的 有点黄 不是有点黄 那是因为 怎么说呢 是因为我这个没化妆就是 人就是有点黄 我把眼镜擦一下 鼻子怎么红红的 我开了个那个腮红 腮红特效 不然就更黄了 我买了个新耳机 这个耳机可好了 这个耳机可舒服了 这个听着 我之前那个耳反坏了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在户外唱歌 就不对劲你知道吗 就听着我就会觉得 怎么我听不清 然后一边耳机声音大 一边耳机声音小啊 结果我才发现要说我之前一直用的那个耳反 坏了 你感觉好好看 这个就是真实我的样子 现在看到的 对吧 没有提前给大家通知 就像 就当是一场邂逅吧 就当是一场邂逅吧 我来试一下 我这个耳机的质感 我这耳机新定制的 定了好久 定了好久 这啥拍子忘了 是定了很久 反正 今天不打 今天不打那个 不打王嘴呀 今天不打王嘴 你们看我在家里吗 你看一脸 这个叫头 油头满面的 我准备试一下这个耳机 然后试一下我这套新的设备 我准备 今天可是要给你们唱唱歌的 就在我家里唱唱歌吧 好久没有用这个话筒了 就用这个墨题号 好吧 今天教大家化妆 想看我王嘴被打哭 呀 你刷铁男的号 你刷到我了 证明我们有缘分 不如点个关注吧 这个号是我的那个日常号 不打王嘴 打王嘴的话 我会用铁男号的 我这个麦克风的话 我听一下 我感觉它有点闷闷的 是不是很久没有用 就是已经受潮了 我要不唱首歌试一下 好不好 你们帮我听一下 觉得咋样 点歌吧 点歌 赶紧 咱们今天测试一波 这个音质啊 还有画质这些 你给我提提意见 你只喜欢缝体呢 不喜欢缝墨体 我觉得缝墨体挺好的 你们现在可以点歌哟 你们点什么我都可以唱 只要会的话 嗯 搁浅 搁浅 我好像会那个阳城 的版本 哎好紧张 哎在哪里去了 第一手就搁浅开始吗 是不是有点太悲了 不过也无所谓 测一下测一下 哎 怎么没有那个版本 我在这 试一下 哎呀 还没有开嗓子 大家一起帮我听一下 我这个话筒音质怎么样 点赞 唱完这首歌要给我点到 能不能点到十万赞 大家的手速 唱的好听的话可以点赞 试一下我这个耳机 我这耳机新买的 我看 一一一 分享大不大 你们帮我听一下啊 就未放晴的 一球留着你的笑容 哭过 却无法掩盖前 就 风筝在阴天搁浅 想念还在等待 就愿 我拉着线 复习你给的温柔 保晒在一旁的寂寞 想念还在等待 承诺 怎么会怎么会 你竟原谅了我 我只能永远 堵着对白 堵着我 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 我已不在 我睁开双眼 看着空白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读完了一来 我很快就离开 有没有觉得伴奏声大了咧 兄弟姐妹们 请留下你们的建议啊 因为我试一下这位 好久没有试那首歌 风筝在阴天搁浅 想念还在等待 秋远 我拉着线 复习你给的温柔 保晒在一旁的寂寞 笑我给不起承诺 怎么会怎么会 你竟原谅了我 我只能永远 堵着对白 堵着我 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 我已不在 我只能永远 堵着对白 堵着我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 我已不在 我睁开双眼 看着空白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读完了一来 我很快就离开 读完了一来 我很快就离开 现在可以吗 太大了 不是 因为怎么说呢 它到副歌的部分 它肯定伴奏会大一点 它到前面的话 可能就会小一点 一一一一一 我听一下 那是不是我的人生 太大了 我减一点人生呢 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什么时候户外唱歌 哎呀 在准备呢 在准备 在练习 知道吗 在招场地 唱歌的时候最美 我这个样子也最美 你确定 高仿风挺吗 没错 没错 我长得像他 但是他比我好看 你看我这个 我也没化妆 当然没好看了 冯天男 我不是冯天男 你们看我的账号 叫冯莫提吗 嗯 我叫冯莫提 你好 你们再听一首 这样我在听 我们播放一些 不同的歌曲 比如说 开心一点的 欢快一点的 然后再安静一点的 好不好 然后你们听一下 伴奏这个比例大小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以后 比如说在家里 想直播唱歌的话 也可以就是 随时给你们开播了 之前我在家里 想播的时候 就设备什么都 都没搞好 相机那些都取下来了 我就只能重新 现在重新弄了一套 央户里的尘埃 想不想听 想不想听 央户里的尘埃 来上海你肯定去看我 妥协 妥协 呦 这么多人想听 妥协啊 但我觉得这个伴奏声音有点小 我们听听看吧 我的心里住着一个 苍老的小孩 如果时间听不明白 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 为什么 为什么 在洋火里 找不到 冬城的残骸 只有我 守着安静的沙漠 等待着花开 呦 只有我 看着别人的快乐 既然会感慨 呦 就让我 听着天大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呦 只有我 就是我 好奇怪 我还在感慨 哎呀 风阵阵吹过来 为何不回来 哎呀 风一曲不回来 没不被爱 满目的那么快 应不应该 呀 能不能慢下来 呀 笑的开怀 哭的贪帅 为何表情 要让这世界安排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 我感觉我嗓子很久不唱 还是有点保护起来了 天哪 我现在就直播间一万人 还有人说你们是写一号 我哪个去 那你是没看到我大号 那几十万人 你岂不是说全是机器人哪 全是挂铁呀 啊 是不是啊 只要人多就是挂铁 我饿了个天 咳咳 咳 哎呀哎呀 好吵 哎还可以 我刚刚没有拉闸 没有翻车 我试了一下 刚刚我那个伴奏比例 你们觉得咋样啊 因为它这个每个不同的 我发现不同的伴奏啊 它声音大小都不一样的 你看像这个爱你 是吧一放我感觉 声音就大了起来 太大了 咳咳咳 它说写一号啥意思 写一号应该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全是假人 全是机器人 你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 这个摸提号 一万多 好 当然 那对比很多主播来说 那已经算是非常厉害了 非常大了 非常大了 懂得 妥协 但是妥协的音质好像不是很好 哎我这烟壶里的尘埃 看来发坏还可以呢 看来我说嗓子 还是没有被破坏太多呢 是不是 想听妥协啊 机器人扣1 嗯 AI人扣2 真人扣3 妥协 妥协我其实也挺喜欢的 但是 没办法 因为大号的听众的话呢 它是比较太 太大众 你知道吗 太广泛 它就喜欢DJ比较多 这个 是数据明确表示 所以很少唱一些情歌 但情歌我自己肯定是蛮喜欢的 好 听一下这个情歌的感觉吧 我这耳机反而是 听我人声特别清楚 像我之前在户外直播我唱歌 我那个人声就听得太不清楚了 我那个耳机 我这个耳机定制了半年 半年 半年才到 你们听一下吧 妥协 现在我说话跟伴奏的声音比例怎么样 伴奏 伴奏音大还是小 你 从爱变成谎言 我 负责配合表演 所有改变 只为了进入你的世界 这情节 重复了一百遍 才发现 是你的心 是你的心 他也 你 画定处和罕见 我 不能轻易犯规 所有世界 都实现给了 你有限 成全 不自觉 爱到不敢 现在 脑子 都实现了 你的傀儡 一年 两年 才看见我 有多浪漫 爱 爱到妥协 到头来 开始 无解 抱着你 不让你飞 你是不断重演 我好累 爱到妥协 我这耳机已经炸了 声音好大 你确定是伴奏心还小 你们到时候给我录个屏背 这首歌好吗 因为我听这个伴奏心 贼大已经完全盖过我人生 是我人生的两倍了 怎么会不一样呢 你们听着 我知道了 调一下 我再把这个直播间的伴奏音量给它加大一点 现在再听一下啊 你 送爱变成谎言 我 负责陪 你 我又改变 做事情给了 你有限却 不自觉 爱到不敢冒险 成了你的傀儡 一年两年 才发现我有多浪漫 爱到妥协 到头来开始误解 帮着你不让你飞 历史不断重演 我好累 爱到妥协 也无法将故事再重现 你一下最后痛点 我躲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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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里只是害怕一个人睡 我不想再为你掉泪 我了解 现在吗 我躲在我身上 不彼险 我不会别 不再徘徊 我再强陪 我愿意 是自己的明天 爱到妥协 到头来开始误解 放任你不让你飞 历史不断重演 我好累 爱到妥协 也无法将故事再重现 笔下最后通牒 我躲在我的世界 游戏不是这个号玩 这个号是我的日常号 我在调设备呢 这是缝墨提 看到没有 现在声音是合适的吗 谢谢 我设置一下这个 我这个东西 它有的伴奏质量很渣 你们换一个音质好一点的伴奏 给它设置个透明度 不透明 这样应该行 设置一下 我设置一下这个弹幕和这个榜 现在我自己看不见了 升旗白马 你们这里也想听升旗白马呀 不会是DJ版吧 我测试就不唱DJ版了好吧 我平时都在唱DJ版 能不能不唱DJ版 灯进不太认 寻人启示 灯射在眼睛上 对 射得我像两个 就是那种书呆子的那种感觉 两头白色的 在厚厚的镜片上两头光 因为我这个打了光的 知道吧 打了光的 混想 混想怎么了 寻人启示 想听点安静的是吧 你们是要睡觉了吧 寻人启示 好 行 那再来个安静的 你们听一下伴奏 这个别离如何吧 没办法 抖音它就不适合安静 你知道吗 但是未来你们 我要给你们唱 寻人启示 喂喂喂 冯铁男在哪里 诶 我怎么感觉这歌词不对啊 等一下 这歌词是错的呢 找到了 这个伴奏会很小 你们现在听一下 是不是我人生太大了 哈喽哈喽 一二三一二三 哈喽哈喽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 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 多数时间 多数时间你在哪边 会不会疲倦 你思念着谁 而世界的粗糙 让我去到你身边 慢一些 而缘分的心里 有清楚的浮现 你的脸 来提了 让我看看 我也疲倦 停止了思念 却不肯松懈 歌词有了吗 就算世界 当在我面前 猖狂的说 别再设置浪费 我多想找到你 亲碰你的脸 我会张开我双手 我会张开我双手 抚摸你的脸 我会张开我双手 抚摸你的脸 在你流泪之前 保管你的脸 唱错了 你这都 这都盯着我 唱词唱错了 因为闭着眼 就太陶醉了 所以我就是 没看到那个词 这个安静的歌 伴奏声音会小吗 你们觉得 让我去到你身边 那一些 而缘分的细腻 又清楚的浮现 你的脸 玛雅好丁 我 我 找到你 亲碰你的脸 就张开我双手 我 抚摸你的脸 请让我拥有脸 请让我拥有你 我 有些时候 我也疲倦 停止了思念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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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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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一些歌了 那我也是能唱得很好 是不是 汉堡唱的经历了 没有我的外卖到了 是吧 我游戏 你看我游戏 就是会玩得好 我那游戏号 随时也是几万人的 还能经常上十万的 是吧 所以你不能说 我适合什么 我是无限的 我啥都适合吧 知道吧 你应该说 我是全能型选手 我是 这个叫六边型选手 而不是我只适合哪一样 是吧 你觉得呢 是的呀 我在室外唱歌 那个我觉得也适合 因为户外直播 我在1617年的时候 我就户外唱歌了 我觉得我也很适合 因为就是那个户外唱歌 那个视频 然后让那个视频 在网上爆火 也是大家很喜欢我 那个视频 我自己也喜欢在户外唱歌 知道吧 我自己是喜欢的 并且适合的 那我室内肯定也是唱歌 我的唱歌也还可以 我也还行 都行 只不过肯定是的话 户外的话 那个更多样性 是吧 更随机性 大家肯定更喜欢看一些 我玩游戏我觉得也挺有效果的 因为我是玩的真的很认真的 不是装的 我最近还能还看到 有人模仿我玩游戏呢 就是风格都一样 证明我这个东西啊 就是被人 被人学习呢 我是觉得还是很开心 就是 证明还是认可我 是吧 户外也是啊 我还是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最近户外唱歌 我还可以按照之前那样唱 但是 我还是想要改 就是改变改变 微微的改变 就是进步一下 看有没有 就是 一些其他的方式 对吧 比如说机位啊 或者是 比如说一些环节 就是怎么 让那个户外更可看性 增加一些可看性嘛 对不对 我跑去世外那年 你成了宅男 那种意思 你就说你在家天天看我吗 我这还甜美 我这脸是奇怪啊 我没化妆啊 素颜 我知道很丑 但是我已经不在乎了啊 不care 铁男被我藏起来了 没有没有 铁男最近他游戏玩得不得好 在练习呢 在练习 我的嘴好干啊 都裂开了 我今天就是来那个测试一下 我这套家里的设备 我点了外卖呢 准备吃外卖了 吃完了 我就要准备 ducy了 我要早点睡觉 不然的话经常熬一 不好 对不在意啊 是吧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了 我还是挺厉害的 是吧 毕竟我直播十年了 马上就十年了 2024年的 9月23号就十年了 我准备 因为在直播间 毕竟肯定都是蘑菇嘛 我准备搞个 十周年音乐会 好不好 到时候邀请很多蘑菇来现场 跟我一起听歌 然后来听我唱歌 然后我们一起互动玩 好不好 还算还有 七八九 还有三个多月 但得提前筹备的 我得选一个非常 我喜欢的地方 开什么玩笑 我也这样觉得 是的吗 是的呀 我想要几十万人的时候 我就可以几十万人 是不是 我想要就人少的话 那也可以人少 就是他不是说 因为我是有 对自己还是有这个自信 毕竟我也喜欢 我也热爱直播 然后我也觉得 我还是我们四个直播的 当然 可能过几天 或者过几年 就不是这样了 我现在这样说 但是因为 就是这个什么 之前有这种 因为之前做到过 所以这样说 有点那个自负了 也是太自负了 就让我自负一下 反正现在就是 只有你们在直播间 没有其他的人 你们不要出去出外床 我在你们面前 这个叫窝里哼 是不 什么是我操控的 我操控 人是我操控 你说啥人呢 我如果操控人 那我现在让这个号 给我十万人 行不行 我还想操控之呢 我还想操控的 每个号给我 给我一百万人 那就太好了 你们都听我的话 被我洗脑 想看打游戏啊 我打游戏 不是有很多人 看见了 骂我的吗 做妆 然后说我什么来着 骂我 说我在演 说我玩的不是那么菜 就故意在那装了 结果后面我发现了 我玩游戏反而菜的时候 这个喜欢看我的人 还多一些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看我的人 还多一些 然后我反而玩的好了 我真的成为技术党了 他现在 那些人他会反而 好像觉得 哎呀你玩的好了 我不想看了 撒回这 是不是你们就是 想在我面前 是要有游戏感才好 嗯 是不是我越菜 你们越高兴啊 就看我被打爆 你们就很开心啊 你们是不是一种 这种变态心理啊 哦 就喜欢看我被虐 窝里横 对啊 吃窝里横一下吧 特别开心 但是我发现 我前段时间 我的心态不好了 我真的因为 就是很认真 就像我之前 打路啊路一样 或者很认真很专心的 我在那里练 练习王者荣耀的时候 我就想一心提升自己 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们真像我 就是技术好一些 然后就是给你们播这个 真的在教技术的 这个内容 结果我就把自己 给那个心态打崩了 只要一输或者一被杀 我真的就是 自己在私下练 我也好生气 我就摔手机 就气得那个 心里憋得很慌啊 我都发现 我的性都都变得暴躁了 变易怒了 你知道吗 所以那些像什么 我在打王者的时候 哭啊那些 真的是被气哭的 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由内而外 被游戏里面给气到了 被自己气到了 然后被队友 或者是被对方的人 把我杀了 给气到了 但是这个我真的控制不了 因为可能我从小 就很喜欢玩游戏吧 像之前跟闺蜜什么的 经常开黑 去网吧开黑 然后也是 就是他就在那里 骂 然后砸键盘 升鼠标 全网吧的人 都 都 都沉默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话 我那个 怎么说脾气 没有他那么大 但是 我脾气也是蛮大的 我在自己家里的话 会摔键盘 砸电脑什么 但是都是那种 自己这样砸 不是真的要砸坏 键盘鼠标 可能会砸坏 电脑应该不会 电脑还是舍不得 毕竟要换个电脑 还挺贵的 卸妆 我都没化妆 你看我这头发 都几天没洗了 都油的不行 嗨 妹妹 你山主 你应该是妹妹 情绪波动太大 对对对 然后我前几天 不是去查了那个啥吗 去查 去医院检查 做了个全身检查 过几天 结果就出来了 等过几天 结果出来 我看一下 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激素 或者那份蜜 有点问题 我是不是提前进入更年期 我感觉我最近脾气特别大 无论是对 无论是在直播间 还是在我私下 还是对工作人员 对那个 对工作人员身边的人们 我都感觉我 那个火就一下子容易起来 真的 化妆化得不好就咋 我没化妆 这是素颜粮 我是 我是 假抗 应该没有 但是我现在医生上 在让我调整了药量 我把那个药量给 降下来了一点 之前吃一片半 现在吃了一片 我感觉现在好像好一点 有点 就是那个脾气可能小了一点 但是可能也是我刻意自己在控制的原因 药物肯定是一方面了 呀 这什么汉堡包 是提醒我该吃饭了 师傅 我点了外卖的 要心平气和 对对对 因为就是真的这个 体位是一个情绪器官 然后全身的内脏啊 还有全身的各个器官啊 你有的时候生病 就是跟你的情绪是非常大关联的 所以我随时要提醒自己 不能生气 不能有太大的情绪 不然是对自己不好 是吧 凌晨吃饭 你也消啊 这个还不算凌晨 我之前是三四点钟吃 凌晨三四点钟吃 打游戏没必要太在意 哎呀 不行啊 我玩游戏的话 我如果不在意 就是玩得非常不认真 然后我很在意 我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在玩 不然的话 我自己就不想玩了 如果我很敷衍的玩 那这面我自己不喜欢 我自己都不喜欢 我就不会不 多不 开心 0点02分了 跟大家度过了完美的一夜 那个什么 那个在加纳什么果 那个我不是特别贵 我就只会那点 我去学一下吧 少熬夜好吗 我现在就是决定 我就是吃完宵夜 洗漱一下 一点钟就睡觉 好不好 哎呀不吃播了 不吃播了 吃播又要 一播要播好久 其实我今天这有点丑 实在是不想播 我现在就最近都在休息呢 然后团队的成员们都在练习 然后找点准备之后的直播 但是没准备好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仓促的播吧 因为如果跟以前一样的播的话 随时都可以 是不 也调整调整状态吧 不着急吗 反正 他一天吃两片啊 每个人这个因人而异的 每个人样量都是不一样的啊 早点休息 是的 我吃的 想看吃播 真的吗 你们想不想看吧 想看的话我开 我开 我待会儿用手机播 用手机看一下电充满没有 没有充满 那我吃 我吃一会儿也就吃个一二十分钟 又下楼啊 想看 我睡觉想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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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也想看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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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行那我那个去拿个外卖吧 我去拿了 然后我用那个 我在那个沙发 那个桌子上吃 这儿的 我这个桌子太小了 行那你们等我几分钟 我从我那个 待会儿 我如果要开播 还是用这个好开播 行吧 溜楼溜楼 会不会开吃播呢 会不会开播吃小洛西亚呢 拭目以待吧 好了那今天我测试这个 这个麦克风还有耳机 你们听的都一切正常哈 那就没问题 那就moment了 但是这个摄像头 我是觉得是不是没有 没有我那个直播间那么清晰啊 你们觉得呢 我下次画个妆看看好不好 我下次画个妆试一下 因为我感觉这个总觉得 我的脸糊糊的 是吧 因为怎么说呢 直播间那个 那个贵一些 我没所得买那么贵的 就买了个简配版 然后发现好像画质还是没那么好 没事 我待会儿我待会儿看一下录屏 开了呀开了的 不糊啊 不是正脸 这没法正脸 因为如果正脸的话 完全我的电脑屏幕挡住了 我现在电脑都是斜着看到 你没发现 我如果这样正脸 就是屏幕我就看不到了 怎么 嗯 好的好的 那我待会儿见哦 你这么有钱怕什么 我比较抠的 你懂的 这个跟有钱无关吧 我不抠穷 但是我就是比较抠的 我会说几块钱停车费 我都要抠 你们这些人怎么到的绑架啊呀